1月19日星期四了啊 大家早上好 我们来做今天A股的盘前分析啊 昨天晚上呢 美股是高开低走啊 收出了一颗中阴线啊 热门中概股呢 也是多数下跌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今天的A股 如果出现了向下的调整 那么是不是最后的上场的 上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我们来先来看一看消息面啊 昨天晚上的消息面 是相对平静的 但是有一条消息 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也就是说的 全国社保基金呢 减持了一部分的公行H股啊 减持了2.31亿股啊 这也是公行H股啊 那么持股比例呢 由9.17降到了 降到了8.91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能说明什么啊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啊 我感觉呢 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呢 是去年呢 工行涨的比较多了啊 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 到前两天 大概是涨了26%啊 可能是呢 有些基金经理呢 因为这个估值也就是这些了 所以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减持的动作 再有呢 可能是他可能有新的投资的方向啊 但是我想问的是 他有新的投资方向 为什么不减持别的 只减持工行 这个我们要画一个位 但这只是一个画一个位 并不能说明呢 我们说银行呢 到高估值的其余了 我们知道银行的 适应率也罢呀 适境率也罢 都非常非常地低 而且业绩呢 还特别的好 但是有一条啊 银行的业绩去年 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增幅 是这样的 这倒是一个事实啊 这个是一个消息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再有呢 就是工信部呢 等等进一步研究和明确 新能源车的后续的支持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政策啊 另外呢 国家级的出台 这个出行平台亮相 叫强国交通啊 基本完成了内测即将上线 这个倒是一个 对相关的行业呢 有一定的正面刺激的 其他的消息呢 我们就像什么其他的呢 我们就不再说了啊 意义不太大 我们先来说一说美股的表现啊 美股呢 都出现了高开回落啊 最后呢 收出了一个中阴线啊 道中斯工业指数 下跌了1.81% 接近2%了啊 标普500呢 跌了1.56%啊 纳斯达克呢 跌了1.87%啊 我们的富士 所以I50指数连续呢 小跌了0.32% 它最近走势呢 总是这么中规中矩的啊 那么关键看呢 是这样的啊 大型科技股呢 出现了普跌 像苹果跌 苹果跌的不多啊 亚马逊呢 谷歌呀 都是微跌的 微软跌了1.89%啊 那么新能源汽车股 是普跌的啊 特斯拉跌了两个点啊 关键是未来跟小鹏跌了 这是我们的东西 理想都跌了啊 法拉第 逆时上涨 据说呢 它好像在我们国内 有些投资啊 热门中概股 是普遍下跌的 纳斯达克 中国金融指数 跌了2.5% 那么我记得 前一个交易日呢 中国金融指数 跌了三个多点啊 那么已经第二日下跌了 昨天呢 对A股实际就有一些 负面的影响 我们昨天A股 虽然多数个股市上涨了 但是我们发现 前期热门的股票呢 出现了小幅的回落啊 那实际呢 保险已经连续两天回落了 是吧 你讲说白酒板块 也创出了调 两天的新低 实际是一个调整类的肯线 是不是 这样来讲呢 像阿里巴巴呀 京东啊 拼多多呀 哔哩哔哩呀 百度啊 新东方啊 都是下跌的啊 估计呢 对今天的A股呢 首先是对港股 有负面的影响啊 对我们的A股呢 也开盘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想要说的是啊 如果受到等等 还有这个 包括工行减持这样的影响 能不能引发 工行减持 能不能引发这个金融股的 银行股的下跌 那么白酒呢 已经跌了两天了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是上升指数的 120分钟走势图啊 我们说为什么要看120分钟啊 120分钟呢 有这个动画啊 动画的级别还不小啊 如果你看昨天实际 已经到尾盘的瞬间 已经微微的技术指标这个值呢 DIF值和MCD值已经小幅的回落了 实际理论上就可以 因为是120分钟高点形成了初步的高点结构 但是呢 因为它形成的比较弱 因为最后这个5后基本就没跌 还微涨了 所以说这个呢 有点不作数 那么如果今天顺势调整 尤其跌破了这一颗120分钟的大烟 这一颗120分钟的大烟 像我多次说 最低价是3197点 如果有效跌穿3197点 也是到3200点下方 我认为这个120分钟级别的高点 就100%的形成了 如果它100%的形成 我是说它100%的形成 不是说盘面会100%的下跌 我说是100%的技术特征是出现了 那么呢 会引发什么 会引发 如果出现了日线级别的高点结构 不用日线 就120分钟高点结构 如果要是形成的话 那这地方应该是 按照交易规则来讲 应该是降低仓位 那么呢 我感觉呢 就不能谈是不是上车的机会了 如果是像前两天这样的 小幅调整 这就不调整了三天吗 如果是小幅调整的 那我认为可以考虑了 因为我明天跟节后一个上调 因为明天大概率 应该节前是最后一天 各路资金也大神也无力 刀枪入库了 是不是 我估计明天多数是上涨的 但如果今天高点结构形成了 即使明天上涨 节后那一天上涨 那么后边呢 可能恐怕也不太好说 总体上就是这么个策略 小跌呢 可以琢磨琢磨 如果出现了比较 高点结构形成 那么就不要研究 什么进场的机会了 我们就要等一等 等节后的进场的机会 总体上呢 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判断 叶维其民说的还有点帮助的 请点个关注 祝大家今天投资顺利 我会订阅一下 我会订阅一下